原标题,地区冲突在度升级聪明,反备聪明误害了以色列的,恰恰是此大国近日,阿易双方在加沙地区的冲突在度升级。 以色列空军出动战机,向加沙地带发射了数十枚导弹,哈拉斯武装也不甘示弱,使用手中的火箭弹,对以色列进行导击。 由于以色列占领了包括约旦和西安,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上,扩建犹太人定居点,巴以矛盾不断升级,并由此也引发一系列的流血冲突事件。 那么,巴与双方的真正诉求是什么? 以色列频频动手的底气又在哪里呢? 众所周知,自以色列建国起,就与巴勒斯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。 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,也就是1948年5月16日,以色列别与阿拉伯国家,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。 次年,以色列与黎巴勒、约旦、黎巴勒等国,分别签订停战协定。 结果,以色列占领除加沙和约旦和先部分地区以外的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,其中包括分制局役,化归阿拉伯国家的,约6700平方公里的土地。 不过,以色列的并未停止领土扩张。 在1967年的第三次战争中,以色列又强占了加沙地区,埃及地西奈拜岛,约旦和西岸,耶路撒冷旧城,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,并把联合国分制决议规定的犹太国版图扩大了5倍多。 这也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持续武装冲突埋下了祸根。 由于巴勒斯坦没有正规军事力量,只能通过小古武装火箭弹袭击的方式,逼迫以色列归还本属于巴勒斯坦的领土,以及解除对加沙地区的封锁。 而以色列为了强化对土地的实际战友和控制,不断在被战的巴勒斯坦领土上,扩建犹太人定居点。 同时,为了应对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的洗澡,乙军对于大河西安和加沙地带,采取严格的经济封锁,而该地区一旦有风吹草动,关于用大棒说话的乙军,便会不假思索地出动战机只是狂轰烂炸。 其实,这也折射出以色列归追求绝对安全无果,进而防卫过度的急早报复心理,巴勒双方由此陷入渊源相报,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。 值得一提的是,乙军目前已建成一套完整的导弹攻防系统,进攻采用已经装备的杰里克系列中程带到导弹,射程可覆盖整个中东地区。 但因中程导弹使用限制较多,一般仅作为维持力量存在。 防御则以建负二导弹防御系统为主体,该系统可以有效拦截被毛腿等战术带到导弹。 针对哈马斯武装,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手中的火箭弹,以色列还部署了切雄火箭拦截系统。 此外,以色列还装备了大量的美制F-15、F-16和F-30翁战机。 不过,因空地导弹的打击精度有限,造成了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,使得以色列备受国际社会的指责。 面对这样的窘境,以色列积极发展精确打击武器,劳拉进程带到导弹。 巨资 要显示,该型导弹射程,可覆盖邻国瑞利亚一半国土,以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全境,可随时对以上国家境内目标的学士的精确打击。 当然,以色列频频对邻国动手的底气还来自美国。 在过去几十年里,以色列花费巨额资金,从美国引进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,这也使得以色列获得了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支持和帮助。 即便是以色列军事行动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,美国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有时甚至两只眼睛都闭上。 不过,聪明反被聪明误,以色列他现在都明弄清,为何会与邻国间战火不断? 就巴以冲突来说,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土地,还对其进行了杀性的经济封锁,而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更是在紧张局势中火山交流,这等于是将巴勒斯坦民众逼上了绝路。 可以说,正是由于美国挑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对抗从中于力,才导致以色列与邻国的战火不断。 从表面上看,美国的确袒护在以色列,但害了以色列的恰恰是美国。 毕竟,美国也不能完全保证,以色列获得绝对安全,因为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看不到出路,反抗和斗争就会持续下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